是从安徽农村 下放到安徽农村 下放到安徽农村 那一年他刚满16岁 每天要农作10个小时 就是在这种人的极可煎熬 令人痛苦绝望的日子里 老丁邂逅了一个女孩 他也是从上海插队到哪里 不久之后他们结婚了 两人许下了海事山盟 要同甘共苦协力共勉 生活下去 文革结束后他们归到了上海 他就是封锁年纪 当时时无封闻 学业中断 过着抵藏的生活 机缘巧合之下 老丁在报摊看到一份 北海道日元学校的报名资料 那一年他35岁 萌生了要向命运挑战的想法 但是要去日本留学 需要支付42万日元的学费 这笔钱相当于夫妻俩 15年的工资 面对这个天文数字 老丁决定向亲戚朋友借钱留学 他四处奔走 最终凑起了去日本的学费 交给了国内的报名处 1989年6月 老丁将妻子和女儿留在上海 独自踏上一国他乡求学的旅程 他计划读完日语学校后 再读日本的大学 从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满怀希望的他来到日本 当他看到坐落在北海道阿寒镇的学校后 顿时傻了眼 这里入眼之处 皆是破败与荒凉 学校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 到冬天 约有半年的时间 严寒所禄 大雪封山 这里几乎与外界隔绝 老丁他们是第一批入学的学生 56个学生全是中国人 他必须要一边学习 一边打工还债 可阿寒镇根本找不到打工的地方 除了离开这里 老丁没有其他出路 面对残酷的现实 他逃离了北海道 来到最繁华的东京 90年代的日本东京 又一句中国老话形容 走在马路上都能捡到彩电 后来签证过期 他沦为了日本的非法治理人员 也就是黑户 他的求学梦破碎了 除此之外 他有一身的债务 就这样 他开始在东京打工还债 白天在工厂里干体力活 晚上又要赶去一家餐馆工作 现在他第一天的进证意见 相当于在上海十个月的工资 后来老丁逐渐有了新的目标 他要努力赚钱 将来把女儿送去留学 代替自己实现求学梦 1996年转眼过去了七年 老丁也已经42岁 七年里他没有休过一天假 有时下班太晚 错过了末班电车 他便沿着轨道走回去 为了不吵醒一楼的房东 他总是垫着脚上楼梯 老丁从来不曾抱怨 他省吃俭用 把赚到的钱都寄回家里 七年里老丁都不能与家人团聚 每天提心吊胆 他怕黑户身份暴露 而被强制遣返回国 老丁的妻子在一家制衣厂上班 他靠自己的工资维持日常开销 老丁寄回的钱除了还债 几乎没有动过 这些钱都是为女儿上学准备的 可作为一个女人 人到中年和丈夫分居了地 独自抚养女儿 既当爹又当马 其中的委屈和心酸 他只能往肚子里咽 老丁居住的房间内 挂着一张几年前女儿的照片 他看着女儿的照片流泪 想她但是回不去 女儿丁宁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附属高中 她的肩上背负着父亲交给她的接力棒 在今年的夏天 她要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击 女儿一直珍藏着一盘录音带 这是远在东京的父亲 在她生日的那天 通过电台点的歌曲 并给予到 我想这首歌可以给你复爱 她两个才是姐妹 她长得很像 她那是两个很年轻的 跟那个房仲没关系吧 是她房仲的妹妹 那个是她姐姐 所以中间的那一个才是要把房仲 她都姐妹 但是她写姐妹 对啊 如果是妹妹的话 是不是也比较差了十来 是不是 不然就是她太老了 她就穿得很年轻 穿红衣服 这个看起来是卖房仲的 房仲吗 对 所以那个铁开不讲 她就房仲 我说房仲看起来更辣 我说她 她正当妹妹的两个也差很多客 她给她看起来很早的 她那里面有什么感觉 我说她 也许有缘断的 她可以看得到 这一段时间 她会看得到 她会看得到 所以牵了手的手 男生还要一起走 所以有缘断的路 没有岁月可回头 我从上海出来的时候 我从上海出来 不复不复有心人 丁玲收到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一家三口的努力付出 终于苦尽甘来 母亲的脸上掩饰不住的开心 她迫不及待的电话告诉了丈夫 老丁在那头更是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女儿即将踏上求学的旅途 看着女儿远去的背影 母亲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 八年前同样的地方她送别了丈夫 此刻她再度送别女儿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这次丁玲去纽约要从东京转机 给了她与父亲一天的相处时间 来到东京地铁还未到站 丁玲兴奋的站起来 她一眼就认出了父亲 面对一念 ください 葱 小柚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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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 呢 很高 是啊 半分 记得 可惡别八年的父女终于见面 老丁看着已经长大的女儿 眼神里充满了慈爱 她带女儿来到她第一次工作的餐馆 狭小的洗碗池 闷热的后厨 拥挤的过道 她逢人便会自豪的说 这是我女儿 要去美国读书了 短暂的相处 转瞬即逝 隔天清晨 丁林便要赶车去机场了 而老丁是黑户担心被查 他只能送女儿到成田机场的前一站 一路上他们没有说太多的话语 但两人都无法按捺即将离别的情绪 女儿和父亲都红了眼眶 老丁下了车强忍着泪水 注视着女儿的背影 直到电车缓缓开动 女儿才克制不住痛哭起来 原来真正的离别 是像回头看你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他跟父亲说过 去美国后他可以一边上学一边打工 这样父亲就不用逗留在日本受苦 但父亲却坚持要留在日本 为他多挣一些钱 也给他多一些保障 虽然他也不想让父母 为他做出太多的牺牲 可现在的他却无法改变什么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 用实际行动报答他们 此后老丁继续在东京打拼 母亲独自一人留在上海 一家三口分散在三个不同的国家 时间一晃五年过去 老丁在打工之余也没闲着 尽管他失去了读书的机会 但这些年他依然坚持参加技术资格证的培训 并拿到五份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天知道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不负不负有心人 丁练收到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一家三口的努力付出 终于苦尽干了 妻子为了去美国探望女儿 每年都坚持申请签证 一年有两次申请的机会 但一直被拒签 直到第十二次申请才拿到签证 他难掩内心的喜悦 和女儿一样 趁着去东京转机的机会 能和日思夜想的丈夫见上一面 老丁也充满了期待 激动地将出租屋里里外外打扫干净 他翻出了红色的枕套 这是二十五年前夫妻俩结婚神用的 虽然边缘已经脱线 但他还是失落珍宝 这一对分别了十三年的夫妻 终于相聚了 抬眼间恍如隔世 他们注视着彼此 岁月也早已爬上了梅梢 但是看向彼此的眼神里 都还是满满的爱意 老丁带上心爱的妻子 走过自己走了无数遍的回家的路 带他看路边盛开的樱花 带他去寺庙里祈福 带他去公园里游玩 一起看东京繁华的夜景 他开心的如同少年 不羞涩的无头少年 在樱花漫天的季节 更是一对孔子而有幸福的情侣 然而这次的重逢 还是要说再见 还是那个车站 只是这次送别的神经典 在丈夫面前没有落泪 但随着电车发动 眼泪就止不住的涌出眼眶 电车已经走得很慢 老丁依然孤独的站在空荡荡的车站 他眼含热泪的说 这个就是人的生死离别啊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爱情 沉重而又历练 两年后女儿博士毕业 成为一名医生 找到了 在我桌上 在我 在我椅子上 在办理出境手续时 日本海关人员看到他的护照后 他没有老很多 他几句很三八个人 他没有那个三八 他几句很三八 盖章放心 并且用举手里向老丁表达了自己的敬意 坐上了回国的飞机 苏瑞 老丁开向窗外 这留下了15年血和累的国家 苏瑞 那是苏瑞 就干咖啡 我好查理 也会无怨不会的自己 本片导演张立立 刚才已经到十年了 他几句了 几句三个人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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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视旅创富士电视台 历史记录 改变了很多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目减和偏见 其实无论生活在哪里 作为社会低层 想要改变家庭的命运 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老弟一家三口 其实也是中国千万家庭的缩影 七年级都很老了 不要说我们这个 对啊 那就六年级了 对啊 也五十嘛 没有很老 欢迎点赞关注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 请不吝点赞关注 请不吝点赞关注